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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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的比赛曼联的表现并无起色 巴黎完全主宰了比赛 左下也是目光单质 毫无办法 只能接受输球的苦果 无论是穆利尼奥时代 还是现在的曼联 后防线一直都存在短板 定位球防守中有问题 加蒂夫城 伯恩茅斯 莱斯特城 福勒姆这样的球队 都能在曼联身上获得很多得分良机 而索尔斯科亚这次面对的是一支非常优秀的欧洲一流豪门 下半场开场20分钟的走势 就暴露了这一点 在那段时间里 大巴理解了两个球 一旦防下豪门取得领先专注于防反 不得不加大进攻力度的曼联 更无法应付不搭配简单直接的速度攻势 再加上迪玛丽亚的经验和技术 事实上 客队本可以进三次 球 在欧贯的强强对话中 曼联似乎还减缺绝对的实力 伯格巴 拉斯福德 马夏尔 都无法招住大巴理防线的漏洞 完成致命逆机 而大巴理则把握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得分 这说明了两队之间的实力差距 或者说全面性上的差异 中场被碾压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问题 本场曼联在中场的控制上 完全处于夏邦 马蒂奇 埃雷拉和伯格巴组成的中场 根本不是维拉蒂 阿尔雷斯 伯奈特 和马基尼奥斯的对手 此前的11场不败的比赛 伯格巴表现非常惊艳 迎来了赶走莫利尼奥的爆发 这掩盖了曼联的问题 然而这场比赛 纵使马蒂奇和埃雷拉 拼此想争议支援伯格巴 伯格巴在对方贴身紧密防守的情况下 他通常会粘球 失误以至于急躁 会发挥失准 只有在前场自由进攻 获得空档 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 本场伯格巴41次传球成功率75.6% 直到两次机会 一脚舍门 表现如同梦游 曼联的中场就像缺少了一个人 他最后还被红牌砸下 当马夏尔与林迦德先后受伤之后 苏尔斯科亚用芳切斯与麻达替换上场 但芳斯切在场上什么也没做 就像个隐形人一样 他拿着全英超最贵的周心 却完全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价值 本来以为莫里尼奥夏克之后 曼联的攻击手将集体爆发 拉什福德 马夏尔 博格巴与林迦德都爆发 但桑切斯依旧找不回当年 的状态 桑切斯本赛季出场了19场 只打入了二位进球 他在场上犀利的突破不见了 而且在场上一点也不兴奋 没有斗志 看着曼联的前任7号迪玛利亚奉献两次助攻 直接带走比赛 曼联的现任7号却在老特拉福德慢慢迷失 输球的结果让老特拉福德球场子球迷感到意外 索尔斯科亚面无表情 看台上的福格森 贝克汉姆 也是面色严俊 曼联踢得不可谓不努力 但缺乏效率 阿什利亚 林德洛夫 埃雷拉 陆克肖 都领到黄牌 而伯格巴尹领到红牌次回合将要停赛 这对于中场本来就不强的曼联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本场马夏尔与林迦德也受伤离场 他们最近期的比赛太过密集 连续首发得不到休息 出现了肌肉疲劳 索帅在后表示 他们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 接下来 曼联又将迎来一波魔鬼赛程 届时 恐怕索帅又不得不起让方切丝 数据显示 欧冠联赛淘汰赛27年历史上 一共出现34次主队输了二球或以上的情形 但还尚未有球队在课场完成翻盘 三个坏消息 另次回合将做客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的曼联蒙山一层阴影 红魔的晋级希望渺茫 但足球是原的 谁能保证曼联不会复制之前巴萨的奇迹呢 数球并不可怕 就看索帅和曼联球员接下来如何做出调整 解决险阶段的问题 伯格巴心志需要更成熟 桑切斯需要证明自己 支持索帅代 林曼联渡过难关的 请点个好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